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疗 生态环境等等 政府工作就是要贴近老百姓的实际感受 去模划 去推进 要真正做到民有所判 正有所为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在下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过程当中 我认为我们还必须吃改革饭 走开放路 现在我们经济总量大了 我们总量已经过了120万亿 而且现在新的挑战也不少 在这种高基础上要达到这么一个5%左右的正当目标 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需要我们倍加努力 具体工作当中要打好这么几套组合权 第一 要打好宏观政策的组合权 第二 要打好扩大需求的组合权 第三 要打好改革创新的组合权 第四 要打好防范化解风险的组合权 像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听得最多的故事时 大雨治水 愚公遗伤 精卫填海 跨腹足热等等 都很励志 讲的都是不怕困难 不畏艰险 勇于斗争 自强不息的精神 中国人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说压倒 从今年开年以后两个来月 经济运行情况看 我们国家中国的经济 出现了奇稳回升的态势 我看最近一些国际机构 也调高了对中国经营经济的预期 对中国经济的前景 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 叫做长风破浪未来可期 对此我充满信心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在我的老家浙江和江苏 那时候发展个体适应经济和乡镇企业的时候 提出来的打造的四千精神 就是走遍千山万水 想尽千番百计 苏遍千言万语 吃尽千辛万苦 虽然现在我们创业的条件 创业的环境 创业的模式 与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当时那种 毕鲁朗驴 披荆 长继的创业精神 是永远需要的 人口红利 既要看人口数量 更要看人口质量 既要看人口数 更要看人才数 我们国家现在 涉合劳动年龄人口 已经有近九亿人 而且每年新增劳动力 是一千五百万人 人力资源丰富 仍然是我们中国一个巨大优势 更重要的是 我们国家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 已经超过两亿四千万 每年新增的劳动力 平均受教育的年限 已经达到十四年 因此可以说 我们的人口红利 并没有消失 人才红利 正在逐步形成 发展的动力 依旧强劲 我们国家 已经连续八年 年粮食产量 超过1.3万亿斤 总体上看 我们的粮食安全 是有保障的 下部我们会抓住两个要害 第一是耕地 第二是种植 不断地提高 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 这里我特别想 跟我们的农民朋友 说句话 国家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 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鼓励大家 都重量 一定要确保 十四亿中国人的饭王 牢牢地 端在我们自己手中 我长期在地方工作 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就是 坐在办公室 碰到的 都是问题 下去 调研 看到的 全是办法 高手在民间 我们一定会 推动各级干部 多到基层去调查研究 问济于民 问虚于民 向群众学习 拜群众为师 帮助基层 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各级政府 各部门 各位公务人员 一定要牢固树立 发展意识 服务意识 特别是我们有关部门 在旅行 审批 监管 等指责时候 不能 直踩刹车 不踩油门 不能 直设路障 不设路标 防市 要 更多的做 应不应该 给他办的价值判断 不能简单的做 可不可以判断 技术判断 我们坚决反对 一切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要真正做 有创造力的 执行者 中央政府 将 全面准确 坚定不已的贯彻 一国两制反征 全力支持 香港澳门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全力支持 香港澳门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全力支持 香港澳门 进一步提升 国际竞争力 我相信啊 由祖国作为坚强护盾 由一国两制制度保障 香港澳门的 作用和地位 只会加强 不会削弱 香港澳门的 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我们常说 血浓于水 打断骨头连着筋 我们将在 一个中国原则 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继续推进 两岸的经济 文化 交流和合作 要让更多的台胞 台企到大陆来 不仅是让他们愿意来 还要融得进 有更好的发展 据中方统计啊 去年中美的贸易额 已经高达近 7600亿美元 再创历史新高 中美经济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彼此都从 对方的发展当中受益 中美可以合作 应该合作 中美合作 大有可为 唯独打压 对谁都没好处 对谁都没好处